在这里头比较成功的一个例子是杰克斯罗伐克 因为杰克斯罗伐克跟所有其他的国家不太一样在哪呢 就是其他的国家对苏联都有一种防范的心理 或者是反感的那种情绪 特别是波兰 波兰呢 这老是被苏联欺负 俄国人欺负 波兰三次被瓜分 都有俄国的份 而且呢 这个 苏联在瓜分地 就是这个跟齐特勒 共同瓜分波兰的时候 还发生了一个很重大的事件 就作为卡屏森林事件 一万多 波兰军官全被活埋了 就在卡屏森林这个地方 后来呢 德国人 又打苏联了不是吗 后来到这又发现了这个 这尸骨 这个埋人的这个坑 就说 你看这苏联人多坏 一下坑杀了一万多波兰军官 一下就把这波兰的情绪弄去 就死了 这个这个 这个 萨林就石头讽问 说那跟我一点过去都没有 那都是德国人干的 当时呢 是因为盟国 大家一致反对希特勒 所以就没有人在追经这个 包括美国人呢 英国人 德德德德国人干就德国人干的 得了 反正对宣传有好处嘛 但是后来 这个战争结束以后 慢慢这个事又兜了出来了 所以在这个波兰人的心目当中呢 这个苏联人特别坏 净欺负波兰人 到了这个1944年10月 苏联红军就这个濒临华沙城下 这个时候呢 这华沙内部他们有有国家军 有一批这个地下武装 就起义 起义呢 就想跟这个苏联里应外合 就把这德国占领军就给消灭了 但是这国家军呢 他不归共产党管 他是受这个米克拉伊齐克指挥的 就是在他的总部 在这个哪 在这个这个伦敦 所以这个苏联人呢 就使了个坏 到那炮什么都架好了 说你起义行 起义吧 人家暴发起义 他按兵不动 就等着他们那里头打 结果后来这个谁 希特勒 马上调军 把多方军全部都镇压 这波兰人 这个斯大林 忽然 但是这个 捷克人不一样 这个捷克人 在所有东欧国家当中啊 就只有捷克人 对苏联人 非常这个有感情 为什么呢 他有个 穆尼黑情节在里面 因为当年啊 这个希特勒 这个 侵略捷克的时候呢 这个英国 英国人 法国人呢 是采取了绥靖政策 就是在 这个 穆尼黑 对吧 所以捷克人呢 捷克斯罗伐克人呢 认为 这个西方人是靠不住的 而这个 苏联呢 红军来了以后 帮助他们 打败了 这个希特勒 所以你看那个档案材料 后来他们汇报搜集的 就是捷克人呢 非常 这个 就是和其他 多国家相比 他非常能够接受苏联 这个代表人物是谁呢 就是贝内斯 贝内斯是 这个捷克斯罗伐克 一个很著名的政治家 他也流亡到 这个 伦敦了 但是他呢 就特别 想跟苏联拉关系 这个人呢 也很有政治抱负 他很想在战后呢 把捷克斯罗伐克 作为一个东西方的桥梁 就是我在这个 不但地理位置上 在意识形态上 在政权的组织 我同时容纳 这个英法跟苏联 我也接受共产党 我也接受这个 就是自由党 或者农民党 民主党 这样在他的 这个治理下 形成一个 比较中和的 那样一个国家 那么他可以同时呢 得到苏联和西方的支持 以及经济援助等等 他设想的很好 那么斯大林就看中了这个人 觉得贝内斯这套东西 是他完全能够接受的 而且可以作为一个样板 所以最早很早 43年他就跟杰克斯多伐克签了合同 而不是合同 签了这个条约了 就是他战后 他支持这个贝内斯组合 所以杰克斯多伐克呢 一直是 就是斯大林作为联合政府的一个样板 后来垮台也是他最晚 一直到48年 这个咱们讲到冷战 起源以后 慢慢以后再讲 包括在这个朝鲜 其实斯大林呢 也是这样 他也没有搞共产党最初 最初斯大林选的不是金日成 是这个 曹婉直 作为这个 就是 行政的一个领导吧 因为朝鲜情况比较特殊 朝鲜属于托管 我们将来 后边讲朝鲜战争的时候 再讲这段 所以他在朝鲜也是 采取这样一种政策 所以这个联合政府 政策呢 推行了 一年多 两年多吧 因为这个 但是后边 从四六年开始 就困难重重了 但是真正的 这种 这个政策的破产呢 是到了四七年 这个 我们就 等到这个 讲这个冷战的时候 再接着讲 讲他这个破产 那下面呢 我就来讲一下 苏联对中国的方针 是怎么形成的 或者他主要的 要点是什么 那从地图上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中国跟苏联呢 大概有几千公里 六千公里的边界线 就如果 蒙古 因为蒙古原来是中国的一部分 但是中国呢 他又不在苏联的势力范围内 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边界线这么长 却不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 这是斯大林最难解决的一个问题 他都不像那个波罗的海 那个边界顶多也就几十公里 几百公里而已 就跟中国好价 几千公里怎么办 那么中国又是这么大一个国家 他又没有能力 把他做那为自己的势力范围 那么从历史上来看呢 特别是二战期间 对中国的援助主要是来自美国 苏联很少 特别是这个41年以后 基本上 就断绝了 他前头有一段 这里我要说一点 很多人都认为 当时毛泽东也这么说 说这抗战八年 苏联对我们毫无援助 说对共产党 所以很多人呢写书都说 说苏联对中国的援助呢 是武器都给了西安 这个 给共产党的都是一些书籍和印刷品 其实也不完全是 至少我现在看到的材料 这个1938年2月一次 30万美元 1940年2月一次 50万 就是基米托洛夫申请了70万 说给中共70万 后来斯坦林一批 勾了20万 还剩50万 第三次是1941年的7月 苏德战争刚爆发 这个基米托洛夫又提了一个200万美元 斯坦林批了100万 这都是直接给中共的 跟那个国民党那没关系 等到这个41年 苏德战争爆发以后 苏联基本上跟中国的关系就断了 他也顾不上了 特别是呢 苏联为了要保证自己 免于两线作战 他跟日本签订了一个中立条约 这个对中国人刺激非常大 本来咱俩是联手打日本的 好 就您得来个中立条约 当苏联的那会儿 他也有他的考虑 他没有力量 同时跟德国和日本人打 而且也主要是因为这个 因为这个非常微妙这个事情 如果说苏联不跟这个日本签订 这样一个条约的话 那么日本呢 当时日本有两种选择 就是他想跟希特勒瓜分这个世界 他要走两步棋 就第一步 一个呢 他要先把苏联灭掉 再一个呢 他得把美国人灭了 否则的话 整这个太平洋 他怎么能有 能在日本的控制之下呢 那么希特勒的设想呢 就是你日本呢 跟我一会儿先夹击苏联 咱们把苏联给灭了以后呢 我再跟你一块儿去打美国人 这日本人就琢磨呢 欧洲跟日本的关系不是特别大 我费半天劲把苏联灭了 是等于替你希特勒在打天下 然后你是不是真的帮着我去跟美国人打 这还俩说的 所以在日本人 这个军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呢 就分了两派意见 一派意见就是要南下 南下就是要 把整个英国的势力范围 在太平洋的势力范围 包括香港缅甸 整个这个印度 全部这个这个囊括到 日本人的这个控制之下 那么这批人呢 他就主张呢 跟这个苏联签订 这个这个中立条约 当然还有一部分的主张呢 就是北上 北上的方针呢 那就比较符合希特勒的设计 先共同把苏联拿下 然后再说 那么主张南下的这部分呢 最后当然这部分人占了上风 这部分人占了上风呢 他就面临了一个问题 就你要南下 侵占到英美的势力 必然遇到美国海军的 这个这个阻拦 而日本的海军的 绝对不是美国海军的对手 怎么办 只有一个办法 偷袭珍珠港 这三本五十六就设计了 这么一个偷袭珍珠港 只要这一战取胜 把他的几条航空母舰打沉的话 那么日本呢 就一下子海军 尽力了就战斗时 结果他千算万算 就是没算着 那天有两艘航空母舰 没在真正上 出去旅游 不一定旅游啊 反正是 自己玩的 不在 寻逻辑了 非常成功 但是呢 美国的主力航空母舰 没有被销移 所以就后来形成了太平洋战场 这个复杂的这种局面 那么 因为跟日本 苏联跟日本采取的这么一种状态呢 就中国 对非常反感 那么以后 开始啊 你知道三七年 三七年到四一年的时候 中国军队的总顾问都是苏联 在此之前是德国人 因为中国这个军队 他原来都是军阀 你知道吗 都没受过正规训练 中国人跟那个土匪这样拉杆的起来 就弄点枪就打仗了 后来国民政府成立以后 渐渐感到这个对国家军队的训练 要正规化 然后就请国外 最开始全是德国顾问 一水的德国顾问 后来这个二战爆发 那德国成敌人了 德国成敌人 就把德国顾问 全是苏联顾问 一水的苏联顾问 等到四一年苏德战争爆发 这苏联顾问全撤 一水的美国顾问 所以呢 从四一年到四五年的时候呢 中美关系突然接近 中苏关系倒是分开 越来 这个越远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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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里呢 就涉及到还一个什么新疆的问题 新疆原来是在苏联的控制下 一直盛世财这个人呢 是新疆都办 一直特别 就是推崇 跟苏联的关系 所以在这个四一年之前 就是苏联顾战争爆发之前呢 基本上这个新疆就是斯大林的势力范围内 而且正是才几次要求入党啊 要加入苏联共产党 提出六大政策什么事 所以为什么当时这个西路军这档的事 这个红军走不出去 就是无路可走的时候 为什么想上新疆啊 就是要把这条通道打开 然后被在新疆的背靠苏联建立革命的根据地 但是到了四一年 苏联战争一爆发 盛世财这个人脑子一转 哎呦不行了 这靠斯大林靠不住 他立刻封闭了苏联使馆 然后逮捕共产党人 那毛泽民什么都是那会儿被杀害了 投靠蒋介石 那蒋介石也很聪明 说盛世财这就是一军阀嘛 他不是见风使舵一看斯大林不行 想投靠没关系 掉中央农业部部长 把销了十全 这样子新疆呢 就回到了这个蒋介石国民政府的这个控制之下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苏联要想保住整个跟这个东方的这条安全地带的话 他就需要策划一个需要设想一个非常完美的计划 才能够保证他这个政策的实施 才能保证他这个利益 安全 什么方法呢 什么方案 这就是 这个在 美国提出要求这个苏联参战 参加对日战争 这么一个前提下 斯大林就提出了他的政策 欧洲战场到1945这个44年的时候基本上就大局已定了 剩下还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日本人 而且这个日本人跟跟其他军队都不一样 这日本军人很难对付 弄不弄就自杀 从不投降 所以这个美国人算了算 欧洲战场结束以后 如果要拿下日本还得损失一百万人 这个美国人算了笔账不行 这最好让苏联人去跟日本人打去 那苏联人反正也不怕死 让他们去打去 就跟斯大林谈 说行不行 说你们 最后你们来收拾这个日本 我们负责海上 你们负责陆地 斯大林当然明白了 但斯大林他也不在乎 这士兵死多少 这无所谓 但这地儿我得占 这个将来对苏联的安全是有作用的 但是呢 他不讲这个事 在德克兰会议上的时候呢 邱吉尔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罗斯福就问他 说你有什么正义条件 你尽管听 三年昨日就没说话 还不到时机 然后以后苏联开始慢慢地透露这个消息 透露给这个罗斯福 说我们是可以参战的 没问题 但是我是有条件 那什么条件 他说我必须 我得跟中国签一个友好同盟条约 我得把中国作为我的盟国 这友好同盟条约呢 必须包含几个内容 什么内容呢 第一 外蒙古必须独立 外蒙古不能再作为中国的这个领土存在 这样子他就把很大一块地方啊 跟中国就隔开了 那么除了这个呢 第二个就是东北问题 大家看地图看出来 其实主要三块地新疆蒙古和东北 那么他先解决第一要务就是蒙古问题 第二 东北问题呢 东北问题呢 又有三块 第一块是中长路 中长路 必须这个由苏联和中国呢 合影 联合金 苏联要占有股份 第二 吕胜港 吕胜港是个军港 天然军港 这吕胜港必须租给苏联三十年 作为太平洋舰队的基地 海军基地 第三 大连市 行政权归我们 就是他在旅大地区啊 划一个圈 这圈呢 归苏联港 虽然是你中国领土 但行政权任命谁当市党 这我说了算 那么在雅尔他 会议期间呢 美国人跟苏联就达成了这么一个 斯大林说啊 有一点 所以你这不能 先不能跟中国人说 没到时间呢 中国人也不会保密 你跟他一说 他就嚷嚷出去了 嚷嚷出去了 日本人就有准备 他就知道我要打他了 那将来就增加我的损失了 所以你千万不能跟讲这个事 所以中国人总是能忙办事不老 所以这个美国人跟苏联 就一直瞒着这个事 二月份 你看二月份达成的协议 到四月五月 中国人一直蒙在鼓里 都不知道 虽然也有点耳闻 你看那个蒋介石 看国民党那个档案里头 但都是猜 说不让他们在那搞点什么名堂 一直到什么 一直到欧洲战争结束 五月份 柏林拿下 这个美国人开始做工作 要不然这边就马上要三个月以后就要打日本了 您这还跟中国人不说也不行 这条线要签了 这个时候六月份才开始把消息透过来 说你们得跟苏联人签一协议 在这个这个六月 战胜国结果把人交通半岛给人给德国人 所以不敢 那么旅顺基地 中长路 双方都是在争议 当然争议的 这很复杂 有的是 这个股份多少的问题 有的是边界界线的问题等等 但核心的是一个蒙古问题 因为国民政府 他承受不了这么一种 压力 说真是作为一届政府 把这么大一块领土给 就是让给人家了 这国民党他 他怎么能承受这个 一直在谈判 这个这个斯大林呢 就是你反正你不签 你不签呢 我就不出兵 咱们看谁耗得过谁 他就让那美国人的背后 说你你来盯着 你去压他们吗 到了8月6号 突然原子弹爆发了 这原子弹 美国一扔原子弹呢 这日本就要投降 这会儿苏联人急了 哎呦 这坏了 说他要投降了 他还让我出兵干什么 他我不出兵 我怎么能占东北 怎么能把这个这个 蒙古弄出来 得不行 马上宣布出兵 他不等那条约签不签了 那会儿还在那 俩人还讨价还价 8月8号宣布出兵 其实苏联早就做好准备了 他只不过是打一张政治牌而已 所以8月9号 150万苏联大军从三个方面 一下突袭东北 几天就拿下 因为日本人已经 无心恋战 所以到这个 8月10号 日本这个就传出消息来了 要无条件投降了 在这个时候呢 这个斯大林就有点着急了 如果真的日本要投降了 他跟国民党 他跟这个国民中国这条约 怎么签呢 不好签了 那最后以后长期跟中国这个关系 他得有一个法律来保证 最后一招 他就跟蒋介石摊牌 说你要签 我承认你蒋介石是中国唯一合法的领袖 共产党我绝对不帮助他 我就支持你一个人 第二 如果你要签 我这150万军队呢 三个月之内我就撤走 我把东北完完整整的还给你 我只要中长路和李顺港 这东北的政权归你 干不干 所以这个时候蒋介石就得琢磨这事了 这是城下之盟啊 人家军队已经进来了 150万人全占领了 你签也得签不签 反正是在苏联人手里 他也可以把这政权交给国民党 他也可以把这政权交给共产党 斯大林还有一句话 说蒋介石我告诉你 现在共产党已经派人来满洲了 所以这个蒋介石就非常担心 到时候这个蒙古也丢了 结果东北还让共产党占了 在蒋介石的心里头 这个共产党是最大的敌人 日本人呢都其次 当然在共产党眼里也是如此 蒋介石是最大的敌人 日本人其次 所以他们俩是生死之争 所以蒋介石就同意签订这么一个条约 那么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呢 就确定了苏联对华政策一个基础 那么至于后来 这种政策发生了什么变化 怎么影响到中国的内战 和这个冷战的发展呢 我们下节课再讲 好 今天就到这 好 今天我们下节课了 好 今天我们下节课了